欢迎来到哈米苏城快读大师 大家好,我是詹庆琳 也许你认识我,应该是在主播台上的我 在晚间新闻10年的时间 我陪伴大家度过了许多晚餐时光 或许你最近认识我是因为这两年的这个月的节目 迷人书房 我也是迷人书房的制作人和主持人 而今年我多了一个新的身份 作家 其实说起作家有点惭愧 因为我指出了第一本书 《秋叶落下之前》 这是我的第一本小文集 基于这本书的缘起 事实上在我的作品里面已经说明的非常清楚了 它是我这几年在苹果日报专栏的书写 后来帮他改写之后集结成册 而为了让读者们可以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因此它不同于一周一周在专栏的时候的书写 而是我们用了许多的改写 编修还有新的编台方式 让所有的火辈中年 可以和我一样用熟灵的心境来看看 行至中年的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情跟眼光 在看待这个世界 有许多人向我反映《秋叶落下之前》这样的书名 听起来虽然很满意很浪漫 但是不免有点萧瑟的感觉 问我现在是不是用苍凉的心情来写这本书 其实答案正好相反 我反而是带着非常感恩跟饱满的心情来看人生的秋天 如果说人生对应四季春夏秋冬的话 那么现在的我们刚刚好已经过了夏花灿盛 而进入了初秋这个时节 我觉得这个时节不管在四季或对应人生都是最美的 虽然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办法热情奔放了 但是来到了秋天却能够迎着一些许的秋风 可以说是非常凉爽而且饱满的季节 我自己喜欢这种有点夏天的炙热 但是不会过度让人大汗淋漓 可是又可以迎着一些秋风的凉爽 更何况不要忘记了 秋天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人生来到了这个时候的我们应该说是最人熟的吧 这也就像是我自己在我的作者序《智岁月》当中所说的 也许来到了中年很多事情变得不太一样了 甚至我们并不觉得自己真的那么老 可是其实生理数字已经标示了一个五字头在这边 你的人生就是已经过了中段 但是过了中段又如何呢 虽然我们用掉了超过半数的岁月 但是在前面这半数的岁月当中累积滋养了许多 得以让我们长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养分 也因此在我的作者序最后我写了这么一句话 不管是过去现在或未来 我都非常谢谢岁月所带给我的一切 更何况以这书名来说呼应了我在整个散文当中最后一个篇章 夏花与秋月在这里面我是这么写的 我们这一路得以平安的从夏花赏到秋月 这段旅程就值得大力叩谢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写下了我辈中年们的心情 想跟不管是我辈或是比我年长的人 还是说即将到达这个熟灵阶段 跟我们并驾崎岖更年轻一点的一辈 一块来体会这个关于熟灵的阶段 在这本书当中当然我触及的都是关于中年的议题 对于中年你原本有些什么样的想象呢 其实我的中年跟我原来的想象是有点不一样的 原本我设想我的中年应该是小时候看到我的父母辈的那个样子 而真正来到了中年我发现自己并不像小时候我所仰望的长辈 那样的自由或者像他们一样的有威蝶 当然直到现在我发觉我们这辈的中年人不太一样 我们还在青春期本末段 有人笑称我们五年级生是青春期最长的一个世代 确实我是这么认为的 于是我才会说这是秋叶落下之前 而且副书名是活在灿圣熟灵时 因为熟灵并不可悲 来到了中年我们可以视为是一个新的人生的折返点 我比较喜欢折返点这个说法 而不喜欢中间的中 中点的这个说法的原因是在于 其实从来时走到了现在 我们来到了中间的折返点再跑回去 来时也是人生的归处 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好好去弥补在前半生 我们其实很想做却没有做的事情 或者是去弥补了年轻的时候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其实我也是一样 而我做了什么呢 我开始学习烹饪 很多人都笑了 你会煮菜吗 不满你说我现在真的煮的还不错哦 自从离开了电视台开始进入我的第二青春期之后 我就爱上了烹饪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疗愈的过程 某种程度我也弥补了年少时候的梦想 因为其实我以前没有想要当主播 也没有想当主持人 我最想做的是厨师 可是我没有机会 也没有天分 但至少现在我有一点点的时间跟疑郁 还有那样的心情 想要为我的家人做三餐 我希望在我的烹调当中 可以令他们感觉到幸福 也一圆了我年少时候的厨师梦 另外一件我在中年时期很喜欢做的事情 而且这件事情很棒的是一路上我遇到了很多的同好 那就是阅读 想必现在正在看着这个频道的你 应该也是一个爱书人吧 对的 这两年我做了一个节目叫做名人书房 走往了各个领域不同的名人 藉由他们与阅读之间的关心 阅读带给他们人生的其他该影响 希望能够带给这个社会一点点的书香味 也因为必须做这个节目 所以我自己必须要大量的阅读 在过去这几年 有条理的大量阅读当中 我觉得我在每一本书当中 都看到了一个 在我自己人生经验以外的一个不同的世界 因此我觉得阅读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也适合现在体力有点下降 记忆力不太好 但是决性变高的中年我辈们一块来做 如果不是因为前面走过了那么多 别交编驳的道路 我们可能不太会记得自己究竟是谁 或者是能够有一个机会去探问那个内心真正的自己 所以我一直觉得不管在过去 你得到的是掌声 虚声 你所感受到的究竟是成就还是挫折 其实都没有关系 因为无论它是什么都是滋养中年非常重要的养分 而这份养分将会支撑我们在此刻从这个折返点走向所谓的老年的阶段 走到熟灵阶段 最可能面临的问题 当然第一个就是别人对你的称谓开始改变了 记得吗 在刚开始我们进入社会当一个新鲜人的时候 别人都是叫你的名字或叫什么妹妹或弟弟之类的 有一天突然你发现别人开始叫你姐叫你哥了 好这个时候就知道自己自身了 慢慢的哥跟姐就升格为长辈了 于是我写了一篇长辈的晋级 因为我的朋友很哀怨说 他去参加朋友小孩的婚礼 所以被安排在长辈桌 我们虽然也善笑也敢看 但是想想 其实五十几岁坐在长辈桌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但是很难想象的是 就在不知不觉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我们居然就来到了过去仰望我们的父祖辈那样的阶段 我记得在过去 死亡是离我很遥远的一件事情 永远不会发生在我家 我认为所有的告别事都是别人家才会有的 但是慢慢的 我们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家族 我们所亲近的人 开始离开我们了 而且不只是比我们年长的人 这些年我遇过了须须多多的生老病死 而这些生老病死的人脚 不一定是我们的长辈 长辈是中年一定要面对的 但是中年人也要面对很多平辈的离去 或许有人说 就是因为新闻界是一个很高压很消耗的行业 所以我们的身体健康不会太好 但是此刻开始是不是应该提醒我们开始着重自己的健康呢 面对长辈的离去开始让我们思考 关于世代交替 关于死亡的问题 很庆幸来到了我们的这一代 我们似乎不会像过去的人一样 这么样的用触眉头来谈论死亡 而是我们可以很大方的去谈论自己未来的老病死 并且愿意从现在开始为自己未来的道路进行准备 而这样的准备如同我在自己的著作《秋夜落下》之前所说的 这些准备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能够独立跟尊严的度过人生的最后一礼物 最重要的还包括了我们对下一代的体贴 因为我们希望自己的独立跟准备是为了不代给下一代任何的负担 当然也有朋友说 也许因为我们可能是孝顺父母的最后一代了 我们想也有可能 因为再也没有养儿防老这件事情了 甚至我的同辈会开玩笑说 我们这类的人应该是要养老防儿吧 不管怎么样都对 但是用一个健康明亮跟积极的心态来面对人生的必经过程 我想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是非常成熟的表现 也是我们必须要去自我培养的能力 而许多人问我 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刻 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无法想象 就像我说的 我们从来不是因为人生准备好了 我们才进入那个阶段 而是因为进入了那个阶段之后 我们才不得已的要去迎接各种挑战 不过现在在我的想象当中 我想如果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天 我可以是喜欢我自己的 那就很棒了 无论你对熟灵 中年或是岁月有些什么样的期待或想象 刚刚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属于我自己的中年心情 或许跟你相同 或许你有很强的态度感 当然或许你有着跟我完全不同的体会 而无论如何 书中我用了许许多多的直接 间接的观察 以及生活当中真实的小故事 想跟大家分享我的概念 以及我的理想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精彩内容的话 当然一定不能够错过 要到哈米书城下载我的著作 《秋叶豆霞》之前